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旺乡这部电影呢是反映着日本在二十世纪初 当时是作为一种政府行为的 日本政府动员了一批妇女到南洋去卖淫做妓女 所这个他们的这个收入呢 是要用于日本的这个现代化建设 这个可能也是人们现在觉得匪夷所思的 那么这个电影就是反映这样一批妇女的这个悲惨的命运 旺乡的意义你也就可以理解了 那么电影当中因为它既然是反映这个妓女在南洋的那种非人的这个生活 那么它有若干 尽管这个电影已经做了很严格的这个删截的这个处理 但是片中还是有一些镜头 使人们对于女性的这个身体会产生一些联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在当时中国非常受欢迎 其实也并不是当时的人们那么急于了解日本现代化进程当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是人们对于女性的身体或者对于这个情色的一种朦胧的一种向往 因为中国已经被禁遇了三十年 所以一旦当这样一部合法放映的这个电影当中 有着一些令人遐想的这个镜头的时候呢 人们就趋之若鹜了 这个情形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以想象 其实也不是完全难以想象 你只要看看在中国内地色界 就是这个观众对于那个完整版的这个色界的那种渴望 那么你也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三十年前的这个中国人 接着为林波出完全时尚所测 车元素 以及交此名言启示录